我會慈心就是說 在自己的工作上去販賣 對人體沒有毒害的一些產品 日常法師創辦的理人 它就是一個食品跟家庭用品的一個總和 推廣給台灣跟全世界的人都可以來享用 我也很希望效法師 可以創造一個住的理人 我叫周永斌 從事室內設計已經將近30年 在以前我最在乎的就是我的作品 美不美 然後可不可以上雜誌 其實我對建材是什麼東西 我並不會很關心的 那就像我吃了一輩子的米飯 也不知道稻米它是有農藥這個問題 10年前我們在開工的第一天 地板有鋪那個保護的木板 那工人在中午的時候睡午覺 就起床以後全身都是長那個紅症 然後一開始我們以為它是刺壞肚子 那後來去給醫生檢查 就是皮膚中毒 才知道說木板跟油漆 跟其他的建材 除了添加甲醛 然後還有甲本 還有其他很多的這個化血藥劑 那其實它在空間都會抑散 然後變成氣體然後吸到我們人體去 就是會造成肝部 還有肺腸 或是神經器種的傷害 原來住宅呢也有很多毒害 我就開始想要去找這個 沒有甲醛的木板 然後才知道說 哇原來是這個太辛苦了 木板有分F3 F2 跟F1這樣子 那F3已經就符合國家標準了 那F1是當時最低甲醛的一個木板 那我們使用了一段時間以後呢 就面臨到兩個問題 一個問題就是遇到蟲害 就像沒有噴農藥的菜會長蟲一樣 那木板沒有那個甲醛 它一樣也會長一些蟲害 然後其實那時候也找了很久 應該有兩三年吧 每天啟酒 我可不可以找到一個沒有毒 然後又不會被蟲害的這個木板 很神奇啦 就在今年呢 我就遇到了我們一個師姐 然後他的表哥就是在加拿大 研發一種 就是從大豆提煉的一種膠 然後可以來交合這個木板 然後那個木板呢 就完全沒有甲醛 而且又交合的時候 有用一種熱壓的技術 然後熱壓技術 可以把那個木板殘留的一些蟲卵 就是去除 就以後不會有種這個蟲害的問題 那另外一個困難呢 就是價格的問題 無毒的木板呢 就是成本呢 就是增高起來 那我們去推給客人的時候 每個客人都說 我們的總價比別人高 所以我們那當時呢 有很多案子都接不到 同仁呢 他們覺得是不是 我已經頭腦有問題了 一般老闆都希望說 把自己的產品的成本 不斷地壓低壓低 那我是把成品的那個 價格一直提升提升 所以造成就是他們都接不到案子 後來剛好就在 已經快要不行的時候呢 就是有個客戶呢 他那時候也是找了三家 設計公司去幫他規劃 然後呢 最後結果我們公司又是一樣 就是價格最高的 那客戶那天晚上就是 找我跟我們設計師去他家 那我也想說他應該是要跟我說 謝謝再聯絡這樣子 結果他就看著我 然後就跟我說 我決定要選你們 當我們的設計師 那時候我非常驚訝說 我們價格最高 為什麼你要選我呢 你可以告訴我你的想法嗎 那我的客戶他就說 因為沒有一家設計公司呢 就是關心他的健康 那也沒有人提出這個 沒有假決木板這種概念 那只有我們就是提出這個概念 那雖然我們價格比較高 但是他覺得 我們可以守護他的健康 所以他願意多花一點錢 然後讓我們來幫他做這個案子 那當時呢 我們設計師聽到這個消息 就是非常的開心 就覺得說 老闆好像頭腦沒有壞掉 然後也很奇怪 就從那個案子以後 公司的業績呢 就一直不斷地成長 不斷地成長 最近看那個報章雜誌 大家在介紹這個建材的時候呢 都會提到說 要用這個無毒的木板啊 無毒的建材啊 每年我就會找一個 比較高級的飯店 辦一個就是大型座談會 邀請我們木板廠商啊 或是地盤的廠商啊 或是油漆的廠商啊 再找我們很多的這個客戶啦 朋友或是媒體 開始這樣不斷地擴起擴起 那我就覺得說 非常的欣慰 非常的開心這樣 不是只有在台灣啊 就是把這個無毒的建材呢 推廣到全世界去 希望可以幫助到更多的人 兩個人 還有就是這樣 而言人才發現 好像是一件事 我們現在來發現 還是我們就在一起 還是我們上面 成員就好 在台灣